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好怕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歇息 直到我们 感见不幸 弟兄姐妹平安 神的慈爱高级诸天 祂的信实达到穷藏 早晨让我们用敬畏神的心 来敬拜祂 用什么比大地更辽阔 也高过无尽的藏旧 有什么比大海更深远 有什么更为大 是什么 照亮我的心 也融化破碎的心灵 是什么 讲我最细极 是什么 更为大 是你自爱 是你的怜悯 是你的怜悯 每一天更新 不知心 是你的怜悯 在你头在里 你的爱 永不息 耶稣 是你的怜悯 每一天更加深远 有什么比大地更辽阔 有什么比大地更辽阔 也高过无尽的藏旧 有什么比大地更深远 有什么更为大 是什么 照亮我的心 是什么 照亮我的心 也融化破碎的心灵 是什么 讲我最细极 是你自爱 是你的怜悯 是你的怜悯 每一天更新 不知心 是你华语 是你华语 每一天更新 在你自爱 是你的怜悯 是你的怜悯 每一天更新 是你自爱 是你的怜悯 是你华语 每一天更新 在祢困在祢 祢的爱永不息 耶稣 耶稣我们大悲地 祝我阿祢的慈安 别别比今天早晨 欢迎在我们当中 祝祝祢是有奉献 祝祢有奉献祢的神 祝我们向祢奉满感恩 祝我们如今成了 有奉献祢的神 祝我们今生的 祝祢求祢的爱触摸我们的心 祝我们再次回到 祂祢祢祢的爱 祝我们要看见祢的命运 看见祢的救恩 耶稣我们下次向祂祷告 献上赞美 哈利利亚耶稣 耶稣我们大人能够我们的利益 耶稣我们的美丽 是祢自爱 是祢的灵灵 是祢的灵灵 每一天更新 不知心 是祢花雨 在祢痛在云 在祢痛在云 我们的灵灵灵 何等人都是蒙祢的恩财成的 主要照尘求神帮助我们 回到起初的爱 思想祢的救恩 思想祢那丰盛的慈爱 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亲爱的主耶稣 让我们抬起头来仰望祢 因为祢有丰盛的慈爱和恩典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仰望神是相信神的慈爱和怜悯 诗篇130篇第7到8节 以色列亚你当仰望耶和华 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 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 人在可以靠自己的时候 我们很难去依靠神 很难去仰望神 因为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骄傲 就是我们想证明我们可以靠自己的能力 聪明跟才干 去证明给我们身边的人看 证明给全世界看 我们不需要神 我们可以靠我们自己 我们可以成功 我们可以幸福 所以人总是想要靠自己 但是当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 当我们想要靠自己的能力跟才干 我们想要证明自己可以成功 可以幸福 到一个光景的时候 我们发现 我们以为我们可以 但真实的情形是 我们不可以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好像我们失败了 好像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好像离我们成功的梦想越来越远 这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比我们想象的 更加的残忍而现实 你会发现 这世界就开始践踏我们 我们就看见 世界开始拒绝我们 而我们会对自己觉得很失望 觉得我们就是一个loser 我们就觉得我们是一个失败的人 我们发现不能靠自己 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聪明 我们的才干 我们来到了一个界限 我们发现 这一切不能够带给我们 真正的成功跟幸福 当那个时候 我们会非常非常的绝望 而当我们绝望的时候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基督徒 我想对你们说 那么让我们抬起头来 仰望耶和华 因为他有丰盛的救恩 他有丰盛的慈爱跟怜悯 你知道我们这个世界里面 只有输跟赢 这世界没有什么叫做怜悯的 这个世界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这个世界所追求的 唯一的一个目标就是赢 你知道有的时候 我常觉得 今天我们这个世代的人 很会赢 越来越会赢 我们从小到大 都学会怎样赢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赢了 但是我们输掉的是更多 当有一天 我们没有办法再赢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好像我们的人生 就是一个失败者 这世界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残忍 因此世界践踏我们 某种程度我们很像 很像浪子的故事所讲的一样 我们跟我们的天父说 我们要拿到我们自己的 应得的一切 我们的才干 我们的聪明 我们就往远方去了 我们过一个放纵的生活 到有一天 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耗尽了 我们的人生 常常有耗尽的时刻 可能你的青春耗尽了 可能你的金钱耗尽了 不像以前这样有钱 可能你的才干耗尽了 有新的技术开始 有新的能力开始产生 你觉得在这个世界里面 好像你被拒绝 你被丢弃 你的人生看不到前面的路 你觉得你的生命 活在一种绝望 跟盼望当中的时候 世界践踏你 世界折磨你 世界叫你跟猪抢斗甲持 世界羞辱你 但愿在今天早晨 当我们在思想这些事的时候 我们能够像浪子一样 能够醒悟过来 你要知道 有一位爱我们的神 他用无条件的爱 他来爱我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你不属于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残忍 没有恩典 没有怜悯 只有输跟淫的世界里 当我们在世界里 依靠刀剑而生活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伤害别人 也伤害自己 只是为了淫而已 当有一天我们醒悟过来 我们开始想到 你是基督徒 你是神的儿女 神有无限丰盛的恩典跟怜悯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罗马书五章八节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耶稣就为我们死了 圣经告诉我们 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 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你还没有做出好的行为 你甚至是抵挡神 背逆神的时候 神已经为你死了 所以圣经就要说 你知道 他说神的爱 是跑到终点 等候我们的爱 神的爱 是你还没有表现 还没有好行为 甚至还背逆的时候 神就已经愿意 用他的独生爱子 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 他要证明一件事情 不是你的行为 不是你的好的表现 不是你做了什么 而是因为神爱你 神在创世以前 神拣选了你 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拣选了你 神爱你 有一个唯一的理由是什么 不是你的表现 不是你的作为 不是你的成就 神爱你 唯一的理由是因为 神在创造世界以前 在母腹中 神就已经拣选了你 神拣选你 因此神爱你 神爱你到底 因此亲爱的朋友 弟兄姊妹们 不管你今天的情况 是如何的绝望 或者你觉得 你自己是如何的羞耻 或者你觉得 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上 你觉得你是一个 很丢脸很失败的人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一件事情 你知道这世界里面 没有恩典 没有怜悯 你需要恩典吗 在这个时刻 你需要怜悯吗 在这个时刻 在世界里没有这些 这些里只有输跟赢而已 只有赢家跟输家而已 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神的儿女 在耶稣的家里面 有无穷的恩典 在耶稣的家里面 有无限丰盛的怜悯跟恩典 好像那个让子 当他醒悟过来 他开始走上回家的路的时候 他低着头垂头上去 一生都可能都是 世界上猪的臭味 当他低着头 走向神的家的时候 你会看到是那位爱我们的天父 他奔跑到前面去 他远远地看见这个孩子 圣经告诉我们 他抱着他连连的金嘴 而且说快快快 给他披上袍子 戴上戒指 穿上鞋子 在那里庆祝这个 失而复得的孩子 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 这个是世界不能够明白的爱 这个世界不能够理解的爱 这个世界用一切的表现 成就肯定来定义你的价值 但你的价值在耶稣基督里 是因为神前选了你 神爱你 你知道这世界 为什么要依靠刀剑而生活 你知道这世界 为什么竞争得这么激烈 常常拼得你死我活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在这世界里面 你知道爱是有条件的 这世界里面资源是有限的 很多时候爱了这个人 就必须伤害那个人 很多时候接纳这个人 就必须要拒绝那个人 很多时候给这个人鼓励 就好像伤害另外一个人 可是你要知道 这是世界 世界没有恩典 没有怜悯 每件事都是要 争来抢来迎来的 但是在神的家里面 有无穷的恩典 神可以祝福你 神可以祝福另外一个人 神可以怜悯你 神也不会因为怜悯你 就不能够怜悯别人 神有无穷的恩典跟怜悯 神的恩典像大海一样的辽阔 神的恩典真的是像高山 像高天一样 真的是无法能够撤夺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要鼓励你 你要知道你是属于神的孩子 你要知道你不属于这个世界 你要知道我们人生中 真正关心我们真正的幸福的 每一件事情 没有一件事情 是可以靠努力而赢得的 一个美好的睡眠 可以努力吗 你越努力睡觉 你越睡不着 可是你知道 今天有多少人失眠 一个幸福的婚姻 是可以努力吗 你在学校里面 那个全班最美的校花 二十年后同学会 她是全班最幸福的 因为她当年是全班最美丽的 是这样吗 大多数是刚好相反 但是我们追求这些 我们以为在世界上拥有这些 我们的努力 可以带来真正的幸福 真正的成功 但有一天你一定会发现 真正的成功跟幸福 不在这个世界里 真正的成功跟幸福 在耶稣基督里 我要鼓励 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 不要留在这个世界里 被这个世界糟蹋 不要留在这个世界里 依靠刀剑伤害别人伤害自己 你的生命中需要有耶稣 当你相信耶稣 你会到神的家里 你会进入到真正 什么叫做成功 什么在幸福 是在耶稣基督里 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真正的成功 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要来祷告 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祷告的是 让我们一起祷告 今天早上借着神的爱 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 使我们心里的力量 可以刚强起来 同声的开口来祷告 祝福你当中 愿意朝生 愿意朝向相处 愿意其实我们能够闪着 愿意起来 如果我们一定要到我们 愿意我们身边的 愿意我们可以有一个 所谓的站 really 就要保住我们 在哪里软弱 哪里就要显出我们的 daran 会希望会的能力 要在我们的软弱当中 显得更化 但是我们向你养老 帮助我们 海上 往新的广街 让我们回到一个面子 让我们忘记在 耶稣我们祷告祢 主啊祢说大山可以挪开 小山可以迁移 但祢的慈爱必不离开我们 主啊今天早晨 求祢充满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借着胜利的能力 使我们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 主啊帮助我们经历到哪里软弱 哪里就显出祢的刚强 因为祢的能力 要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显得完全 耶稣我们赞美祢 是的主主啊祢的能力复辟我们 主啊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 主啊更可以夸口说 是因为祢的恩典主啊 使我们得以完全 谢谢主主啊我们呼求的日子 主啊愿祢今天就来应允我们 主啊鼓励我们 使我们心里有能力 主啊是的使我们心里的力量 刚强起来 主啊有力量去面对各样的挑战 主啊有力量去面对磨难 主啊有力量面对明天 谢谢主主啊因为我们知道 你掌管万有 主啊我们知道我们 所倚靠的神 你绝不无视 谢谢主主啊我们将 我们所需要的都交在你面前 主啊愿你今天再次用圣灵的 来充满我们 主啊使我们被你的爱 大大的触摸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需要跟渴望 相信神的恩典够你用 单单的仰望神 大大的向神张口来祷告 同生的开口来祷告 我们 � batht국 与耶稣 Young 给我们的需要 倒在翻在天天天天天天地上 例如今 祝我们愿意充斧、荣耿蒙 所提到做为恩 Babylon 祝忘 Organ inbox 永远要希望耶路及安 永远不要忘既的恩典 祝我们祷告 祝我们作为祝福 祝我们信奥正 替我们修正 sorcer也 谢谢 祝带神 如果我们用感光 祝祂一声 向神族 祝我们 我们为祈求以先 我们所需要的 我们的父早已经知道 主你说少壮狮子还缺食人恶 但是寻求耶和华的 什么好处都不缺 耶稣今天早晨 我们单单的仰望祢 因为我们相信 即便天上的飞鸟 主啊 它们也不种也不收 我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们 主啊 野地的百合花 它也不劳苦也不仿现 但是神还给它极荣美的装饰 主啊 何况是我们呢 耶稣我们相信今天早晨 主啊 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祢必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 并且能够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主我们赞美祢 是的 主我们赞美祢 主世人因为盗贼来是 偷窃杀害毁坏 但祢来是要使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祢是赐下丰盛生命的主 主啊 祢也是耶和华以乐 祢必预备 祢必预备给我们的 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想要的 但实际上主 祢知道我们真正需要的 主啊 我们愿祢更多更多 来帮助我们 求圣灵天天对我们的心说话 所以我们可以靠着圣灵 来到祢的面前 来时常向祢祷告寻求 谢谢主耶稣 催天我们的祷告 Amen 第三件事情 为许许多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来祷告 我相信今天有很多的人 都要相信耶稣 要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同生的我们一起开口祷告 今天父母本就是我们为的 如果还有没有房子 今天父母才能来祷告 早天早晨 先你要寻找他们的书客 希望你的爱情 能触碰他们的心意 希望他们能看到 那么不用在世界里面 尽力的力量 不用一号刀剑 他们在一起 他们的神经病 今天天天要经历到 在中生的慈爱和言明 愿意我们祷告 今天早晨 许多的人要回到心境 他们早就要学习 这位人要扯回你 而终于是在学着 检验他们啊 应该做嘛 当然是你保费 主 祝你的爱及十字架的救赎 带我们穿越 几乎我们的生命是一无所有 却是样样都有 几乎我们是贫穷 却是叫然富足 几乎我们是要死的 却是真正活着的 主 谢谢你 救赎每个儿女 就是让我们同进到 父神的家中 同享爱的言习 我们真正知道 我们的生命永存 谢谢主 父神 愿我们今天在你面前 都领受那儿女的灵 因此可以呼叫你为阿爸父 接受你成为我们一生的救主 在你的救恩里面 我们得蒙保护 得蒙主的引导 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慈爱的天父 你的怜悯 你的慈爱永远不断绝 主啊 今天要看到救恩 要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主啊 神的恩典跟怜悯 充满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是你的慈爱 是你的慈悲 是你的慈悲 每一天更新 不止息 是你的话语 在你的存在里 你的慈悲 你的慈悲 永不息 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